前面的動畫蠻重要的 也不難 記得進入的時候 幾秒鐘 再來就是強調 接續前動畫 時間你可以自己去彈性去配置 接下來第五就是 藍色的文字降一階 深紅色的文字降兩階 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看到藍色的字 這些就按一個TAB鍵 按一個TAB鍵之後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出來呢 按一個TAB你會發現它縮小了 而且它會多一個項目符號出來 也就是降一階的意思 藍色的這個 這邊一樣降一階 選取它 紅色降兩階 按兩下 也就是說你按一階的話 它黑色是上一階 下來的話就是在藍色的 再來就是紅色 特別注意降階這個觀念很重要 因為如果說你沒有降階的話 這樣子的話 讓人家看簡報 比較沒有層次感 盡量讓人家有層次感 所以它知道哪些是重點 它會先看什麼 先看最上層的 再往下看細項的 這樣就一目了然 所以這個觀念很重要 有些同學沒有這個觀念的時候 就會變成沒有重點 OK 所以紅色的按兩下TAB 藍色的按一下TAB 其他底下都一樣 所以分別把這邊 這個藍色 這個按兩下 然後這個按一下 你只要游標放置上面 或者是說選取的狀態 按一下就完成了 OK 所以降階這個觀念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降階的觀念的話 這樣做出來沒有重點 OK 再來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第五項 第六項的話 做什麼呢? 設定這個標題投影片 2到6的什麼呢? 標題文字 那標題文字呢 主要會有幾個項目要做的 所以第一個當然你就選 這個標題文字 把它選框框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 套用那個 它的這個 叫填滿紅色這些東西 文字技術效果 然後再來的話 字大小54 標凱題 然後字圓間距加寬20 這個好像前面有做過 字怎麼樣加寬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來按部就班 所以這邊的話 總共會有文字技術師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動作要完成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第一個 先點 第二張投影片 再點一下標題 記得點框框一下 記得不要點那個 不要這樣選 記得點框框 然後再來格式裡面 找一下文字技術師 那文字技術師裡面 反正就找那個 它的敘述 實際上就是這個 最右邊這個 紅色 填滿紅色 就這個 OK 實際上它應該給你個圖 這樣會比較清楚 不然它找半天 它雖然每個上面都有 不過每個的敘述都長得很像 這個是輻射1 這個是輻射2 這個是文字2 輻射3 所以我們把它點這個 點擊 OK 再來做什麼呢? 文字大小 文字大小切回到那個 常用裡面它要是54 所以找到54 大小54 再來做什麼? 微軟正黑體 所以你把這個 微軟正黑體找到 往下捲動 大概是在 往下這個地方 微軟正黑體 一定會有這個 好 再來的話 還有什麼呢? 它要我們做的 123 有三個動作 再來的話 就是 支援間距加寬 那加寬的部分的話 它的功能基本上 隱藏 它在這上面應該沒看到 所以在字型的 這個面板有沒有 旁邊有一個小箭頭 我講過嘛 這個有隱藏功能 支援間距加寬 20個PT 所以如果說呢 你在上面找一定找不到 一定是在這個小箭頭裡面 按確定 好 那做完之後 因為2到6的標題都一樣 所以的話 我們這個部分 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複製格式 那我講過 複製格式的技巧 就是 如果你按一下 是只複製一次 如果你按兩下 是可以重複不斷的複製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 按兩下 OK 然後這邊把它 點一下 繼續 把這些字 全部都填滿 OK 接下來 剛剛做完之後 記得喔 你做完之後 複製格式記得按掉 就取消了 記得按一下是複製一次 按兩下 就是可以不斷一直複製 那切回到第二張頭影片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後面的動作 再來的話 我們調整 這邊 這個第六就完成了 那第六的B 還有個標題文字框 要做出什麼輕微效果 什麼金色輻射的這個圖案 那這個要怎麼做呢 首先的話呢 其實第一個 先選那個框框的部分 選了框框之後的話呢 再選格式 格式裡面特別注意喔 請你找到那個圖案的樣式 我們是把這個框框在一個圖案 所以呢 請你怎麼樣呢 點擊這個之後的話呢 找到有一個效果叫什麼 輕微效果金色輻射就這一個啦 所以你看 記一下位置 長就是這樣子 把它點擊下去 就完成了 那另外 我們再來看 不過其他都一樣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再切回到 那個常用裡面 有一個叫做複製格式 一樣可以再複製格式喔 不過齁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完成這個複製 這個之後的話 接下來這個框框 標題文字框 對 這個是標題文字框 應該是要點上面 跟這一樣應該是標題 所以齁 再再來一下 這個把它檢測一下 應該是上面的 應該是上面這一個 對對對 同學還是比較細心 因為像這種東西 要看清楚啦 好 那所以做法上一樣 格式裡面 找到那個 這個一樣 點擊 那再來就是說 一樣把它做什麼 做那個複製格式動作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複製格式 那其他的做法都一樣 所以請各位自己在複製格式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那個第六題了 第七題的話 是設定什麼 頭影片2到6的內文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有特別提到是內文 內文裡面的文字 20 然後 微軟正黑題 行距的話 是1.5倍行高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選那個什麼 選一樣選那個內文 然後把這三項 OK 一個一個把它記下來 然後 記得先點這邊一下 內文 記得是下面這個框框 一樣點框框就好了 不要選裡面 點框框一下 然後呢 字的大小呢 把它改成20 第二個的話呢 微軟正黑題 把這個微軟正黑題 設定好 再來的話呢 再去做什麼呢 第三個是 微軟正黑題 然後1.5倍行高 行高的部分的話 在這裡 1.5倍就可以了 這個好像前面做過了 其他的話我想你是怎樣 自己在做 複製格式動作 所以底下都一樣 你就自己在複製格式一下 好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B點 B是什麼 修改藍色 記得只有藍色部分 它的顏色要紅色 而且 這個是一個 一個菱形的 然後大小是80% 所以做法上 你就看到 藍色字 把這藍色字選起來之後的話 然後找到什麼呢 找到常用裡面 特別注意喔 請你找到那個項目符號 它預設的時候呢 就已經有點選了 那我們現在是需要做什麼呢 點擊什麼 這個裡面喔 記得喔 小箭頭喔 你不要再點它一下 點小箭頭 它會有一個 Menu出來 你就直接點下面這個 叫項目符號及編號 它有個細部的選取功能 裡面的話呢 我們找到這邊一個菱形 所以先點一下菱形 再來改顏色 什麼顏色 紅色 把它改成紅色 那它的大小呢 本來是100% 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改成80 按個確定 OK 效果就出來了 那底下 只要有藍色 你乾脆複製格式好了 點兩下 然後呢 切到第三個 看到那個 藍色的字 選一下 有沒有 直接把它套用 其他都一樣了 所以複製格式 我想這個部分呢 自己再把它完成 最後做完之後 一樣 把那個 複製格式取消掉 最後的話呢 還需要做一個 所謂的那個切換 切換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它要我們做什麼 這個我前面都講 都做過蠻多 就縮放 然後呢 縮放的功能呢 是內 而且每4秒鐘 自動換頁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只要找到什麼 縮放 所以你把它點擊開來之後的話 找一下有沒有縮放的功能 縮放 應該是在哪個地方呢 第二排的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在這裡 有沒有OK 這個點擊它 第一個就有縮放了 那方向的話 要是內 預設就內了 那時間的話呢 就是每隔幾秒鐘呢 4秒鐘 所以你點一下4秒鐘 記得按一下全部套用 因為如果你沒有全部套用的話 它只會套用某一個 全部套用一下 好 那全部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 請你播放看看 那 優標移到這邊 試試看喔 第一個一定會有什麼 這個效果出來 然後會有敲敲板 敲敲板 效果等等的出來 不過我剛剛效果是沒 做完之後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是 看到的效果應該是這樣 我從頭到尾再播一次 給各位看一下 進來有沒有 彈跳 量2.5秒 然後再敲敲板 一秒鐘 然後每4秒鐘呢 就會有個縮放 向內的一個縮放 OK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 如果你的播放結果 跟我長得是一樣的話 那恭喜你 這個就是完成的結果 來吧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